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蓬蓬升级了 添加天然有机玫瑰进入 珍珠粉 让肌肤百里透红 超乎小夏 我爱玫瑰 更爱蓬蓬 蓬蓬虾育乳 Nife蓬蓬 8点到10点 非凡主事现场 来 这是你最喜欢的催眉 你们看 新的青梅口味来咯 台湾在地青梅 清爽 酸甜 干杯 小酒聚 清享受 你喝过了没 洗法就可以让你惊艳哦 新五六六洗润法乳 添加乳油木果油 润泥泽加倍 修护灵毛灶 5 6 sexy 洗法就可以让你惊艳哦 五六六洗润法乳 贝蜜 关键第一步 千万别做错 想买房子 第一步先上住上I can go 帮你评估负担能力 再给你适合的房子 买屋第一站住上I can go 评估完 变形金刚寺陪你赏屋 评估赏屋大作战 赏屋尾卖就送战斗包 还能冲3D电视 快来评估 好 晚上的9点32分 我们要来针对强势谷追踪 因为今天是上半年最后的交易 而且在今天排名中 除了个股之外 有一点小群聚效应的一些强势族群 我大概分成六个 包括面板 敌人品 强 强棍 生技跟食品 真是的 还是强啊 还是强 先看面板好了 面板今天有一个很意外的消息 我们都知道这个群创 7月16号除息0.15元 结果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 突然宣布除全 他要现金增资85亿 80%有原股东按你的股票来认购 然后10%公开成销 10%给员工 那你到底是认不认啊 所以这个消息来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一个震撼 震撼 因为速度很快 而且时间就近在7月的16号 是除全哦 除全其同时 本来只有0.15的习嘛 习加全哦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群创可能在股价上面会拉高一点 因为它股价每股净值 跟目前市价座比较的话 还远远低于它的每股净值 所以今天这根停板 为什么会比友达强 大概跟这个消息 闷在那边应该有点关系的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字卡里面提到 在今天来讲的话 群创跟友达它都低于净值的 那么采金的股价净值比也很低 采金股价12块多 然后净值11块多 所以以股价净值比 它们位阶并不是很高 那么第二季都优于第一季 外资在买钞 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缺货 NBA 今天群创的总经理也特别提到 不但缺货还涨价 它那个32寸的半成品 从78块涨了 78块美元涨到了83块美元 这一块也是突然宣布涨价 那么再加上整个车用的需求 目前比例开始拉高不说 整体上也需求越来越阴切 所以造成整个面板族群 在最近表现比较强 而且你可以发现 你看这个尤达或者群创的K线图 那么它是经过平台整理之后 越级线黄金交代冲出去的 所以这些惯例不大 都使得它成为今天排名中的要角 这是今天第一个族群 第二个族群我们看DM DM这个族群来讲的话 今天就有点分歧了 今天南亚 南科 南科比较强 因为滑邦变比较强 加个南亚科 对 南亚科 其实滑亚科今天并没有很强 那么不管是滑亚科也好 或者南科也好 我们看滑亚科的K线图里可以发现 现在的真对滑亚科要注意什么东西呢 它的越均线到底是会上还是会下 越均线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根 到底它会往上走 往下走 这个不管是它 或者说是蓝科都有相同的情况 这要请投资朋友 在面对今天涨停板的蓝科的时候 你也要注意它的方向 另外我们在看资卡里面 跟大家提到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目前外资是在买滑邦变蓝科 但是对滑亚科并没有进一步的买超 而滑亚科 滑邦变 都已经有技术面出现背离的状况 所以在这边来讲 它合约价格是涨了 这个对蓝科来讲是比较有利 所以今天蓝科比较凶看 不过蓝科要减脂了 那么整体上来讲 第三季的人间度还是很高 这是今天盘面中第二个强势族群 第三个 那么当然就是瓶盖的部分 刚刚跟大家提过了 我们再看第四个 来自于工具机的族群 工具机来说的话 今天上营拉到掌停板 那么亚德创新高 另外值得也拉到掌停板 可是我们去把这个族群 今天看一下 虽然说是这三只股票 走势都很强劲 那么上营最主要的机器人 出货大增 本来出五台 先出一百台 这个算倍数的话 叫做二十倍 那么往后也可以维持 不过连续两天 这个掌停板高角度上升之后 乖离有点大 那么请大家在追高的过程中 要特别谨慎一点 不要去做追高 另外看值得 值得的位阶来说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 它跟这个上营是不太一样 我们看值得 1597的值得 你可以发现 它的股价位阶 其实相对上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 那么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目前它还在主体阶段 今天这根长红棒有量 你可以把它设为表态 有底部的形态 不过它已经连续两季都出现亏损 那么未来即将公布的第二季 能不能转亏为盈 侯子朋友在介入这支个股的时候 请特别注意 值得已经连续两季亏损了 它本来在去年第三季 去年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赚钱的 第四季小亏 那么第一季的亏损数字 比第四季数字还稍微大一点 所以观察值得的过程中 底部形态是在建构中 可是在第二季 它能不能转亏为盈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那么雅德是刚刚出完席 目前已完成天席的动作 我们再看下一个族群 下一个族群是生计 生计今天创新高的股票 其实蛮多的了 从陈德耀 这些都都创新高 可是整个类股来讲的话 其实相当的分歧 我们看到东阳跟神龙 这两只个股 它股价位阶相对上是比较低 可是有没有很明确的底部形态呢 还不很明确 还不很明确 我们再看4180的安城药 安城药来说的话 好像看起来也是不太美的样子 所以虽然说今天生计股 有很多拉到涨停板的 但是要给观众朋友叫 就整个生计族群里面 其实它每一只个股 它是一个分歧 非常分歧的一个状况 有创新高的 有破底的 也有目前来讲的话 有点不上不下的 所以在整个生计股来讲的话 第一个 它的题材 你要搭配技术面来操作 不要说今天你看到 哇 五六只的生计股 涨停板的跑去追 那么就不见得就对了 那么再看下一个族群 就是食品股 食品股就在浮帽油 很多都拉到涨停板 那么这几个浮帽油大银 鲜活都创高 都在创波段高 可是这些股票来说的话 请大家注意流动性的风险 那么有些量非常少的个股 在追价的过程里面 有的时候爆量之后 可能很快消风以后 那个量 你再买了以后要解套 不是你想停损就可以卖得掉 是那个量让你卖不掉 那么这里面来讲的话 比较值得注意是大成 大成目前股价三十几块钱 那么它有股息 花了四块钱的股利 这是在殖利率跟本益比来讲 都相对上是非常理想的 而且从股价的角度来看 这边经过一个平台整理 那么有小小的一个突破 所以看食品股来讲的话 以各股为优先 前一波涨得最凶的 应该是看起来 一二一五的浮风 浮风的走势 大家可以看到K线图 它续航力道相当的长 比较强 那么浮风的题材在什么东西上面呢 它就是在猪肉 鸡肉 因为这个猪仔 年初死了以后 一个只猪仔长大 还要六个月的时间 所以基本上 从前一代的端午节 到中元节 这个猪肉的肉价 都不为天一 观众朋友去买排骨 买猪肉 买饭的时候 都可以感到那个价格上升的 薄薄的 所以目前来看 浮风既然涨过 那么大成跟上来 我想这是在食品股里面 夏季概念股 在今天也可以发现 包括黑松 苹果西达 股价都开始冲出去了 可是有的是流了上瘾线 有的是它整个成交量 相对上不高 所以选择强势族群的时候 那么这些股票 乖流率太大的 我刚刚提到上瘾很强 下半年成长 人间度都够 可是短线乖流率 稍微大一点点 那么有些股票 你要注意它流动性 是不是够 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那么升级股 最重要就是位阶不同 按照技术面操作 OK 这个 哇 还是今天有好多档 升级股亮灯仗 好多 可是我刚刚看了 也有很多很难看的升级股 对不对 好 所以真是很难驾驭 所以我讲 升级股也要按技术面操作 不是说每一个升级股 你看一排长天板 你去看了还没长得过 跳进去 可能它的手板还是没有长 OK 跟这个鞠肉一样 鞠高价 OK 那我们今晚之前 我们也看到外资 这样持续买超台股 一句结论 我们怎么来看外资的动向呢 外资基本上 对台股的一个热衷 最重要就是说 今年的企业获利数字 外资认为优于他们的预期 那么大概电子也有22%以上 另外一个就是 欧美景气的复苏 会带动台湾的出口在下半年 的成长速度会拉快 那么第三个就是 古越寒奖的散户都没进来 融资还很低 所以从这边来讲的话 他们认为台股 还有一个成长空间在 外资今年来买超台股 100亿美金啊 我们来看看外资今天又新出的研究报告 美国纳斯达克指数走势惊人 台湾时间27号以4397点 创下2000年科技股泡沫以来新高 这也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跟着走秧 27号以629.27点创下历史新高 科技类股表现优异 包括苹果股价波段行情 一度从4月底的74美元左右 到大约94美元 波段行情大涨超过28% 脸书也从60元美元左右 最高来到68美元 波段涨幅也超过13% 科技股NASDA又在创了14年半的高点 然后非半的部分今年也涨了18% 今年跟明年全球的半导体支出 预估年增率都可以高达有12% 认为这部分还是有助于支撑 整个科技产业在下半年的一个 忘记效应 美股科技股扭气冲天 外资跟着看好台股走势 为日商大和证券就将金马年 台股高点预估值从9200点 调升到9800点 和高盛9800点都成为花旗万点论 和元大投顾的9850点 荣登内外资第三高 眼看iPhone6即将进入拉货潮 外资也开始进行第二波 平盖股目标价调升动作 被点名的包括台积电 由大和证券率先喊进 目标价来到140元 巴克莱 大和 麦格里和元大 投顾则喊进鸿海 目标价最高120元 最低也破败 来到108元 本周有机会公布 六月营收的股王大力光 港商德意志 大和 美商高升证券 分别将目标价调升到 2750 2560元和2660元 虽然没有高于法银 巴黎证券先前调升的2800元 但也看得出来 外资相当看好大力光股价 最后还有美龄证券将 FTPK目标价大幅调升到420元 正式超越巴克莱资本证券的400元 成为外资圈最高价 其实外资在布局的一个重心 也是以平盖股为主 那其他我们认为像是过去几年 可能表现比较落后的NB族群 还有像是这几年其实很夯的车用电子相关 我们认为它的一个题材跟机会 也是相当的一个丰富 外资表示政府紧逼房市资金 渴望在下半年涌入台股 再加上韩国科技股三星电子 股价低迷 预估也将带动资金从韩国转向台湾 持续推升台厂平盖股上涨力道 接着Jody的董立浩台北报道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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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男人 真经典 经典台湾啤酒 安仪告诉你 检测行动力只要三个动作 首先 姿势 挺直背部需要健康的骨骼 二 柔软度 需要强健环节支持 三 平衡感 需要强健的骨骼及环节 骨骼与环节健康才能维持行动力 心安一关键 全方位升级 含有十倍葡萄糖胺滋润重要环节 小分子超微钙 让骨骼更健康 行动更灵活 心安一关键 全面提升骨骼与环节健康 唯有黄金曲面 才有更磅礴真实的临场感受 全球首线 Samsung黄金曲面4K UHD TV 环绕世界 还原真实 好 我们把握时间 整个ADM的价格 在刚刚也全部都上架 通过境界 对 以友达的涨幅上面是最大 高达4.23% 也反映到在今天台北股序里面的友达 它的强势性的一个向导 对 所以刚刚来讲的话 可能在明天里面来讲的话 面板依旧是人气升温的一个 指标 不管是融券 不管是在融资 今日里面而言 人气还是急剧的一个升温 但是操作面而言 我还是建议 大家还是沿着五日均线去做操作 尤其是在最近里面 我们可以发觉到 台北股市的强势个股跟风火轮 罗兆的风火轮一样 每一天都不一样 其实看起来是每天不一样 就长期你追踪下来 其实都一样 只是说你在追的过程中 你觉得它隔一天休息 你就砍掉 后来发觉再隔一天又涨起来了 所以我会建议说 所以今天的大力光是投信 结账或者是应该说 做账最重要的股价标杆吗 其实我们跟大家讲 前十名至少九党有大力光 我们在之前就谈到过说 其实苹果概念个股 本来就是你在第二季 也就是说五月份六月份 尤其在六月份 你必备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部分 那我刚才谈到 其实你在这个时间点 不管是你是沿着五月均线来去做操作 量缩接近五月均线去买 它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它都是在今天里面 在六月份 不管是刚刚谈到 私底下要分红 或是台面上要分红 这当然是最重要的一支 但这一定是最高点 我觉得到未必 我可以从几个一个观点上面跟大家讲 有人多爱大力光 连选车牌也是 对啊 对啊 因为我在 我其实我在非常商业就看 大概六七百块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 我非常看好大力光 那刘坤熙刘大师里面 也是同步的看好大力光 那我先跟大家讲 为什么在这一次 大力光在iPhone 6的角色上面 不管是iPhone 6 或是我们谈到的5.5寸都一样 只要是苹果未来的镜头上面 大概只有大力光可以取得百分之百的订单 所以在这种情况 我们就说 其实在最近里面 杨一超先生有一